不管說國際因素轉變或是怎麼樣 我們還是鼓勵我們的投資者 能夠採取定期定額的方式 來投資我們的股市 所以這方面來講的話 其實短期的變化對基金產業來講的話 本身我個人覺得是影響不大 那如果再加上定期定額的投資方式來講的話 事實上我們分散買點這種短期的影響 事實上對你長期的收益的狀況 基本上拉長時間來看 基本上是沒有那麼大的影響